大家好我是阿天 明天就要更新了多了新的角色 但是沒有新的機制 但是沒關係齁 我的追憶的任務已經解的差不多了 所以可以看到齁 我現在全部都沒有任何的任務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還是有東西可以玩齁 我們來看一下說這個商店齁 每天的話無名小證我還是有努力的嚕齁 因為呢這個無名小證的碎片呢 你還是可以換這個旅人的聖導印齁齁 這個卡池也是會慢慢增加 五星的這個角色 然後呢我現在已經 收集到265 那我要換的就是這個追憶的結晶齁 我們先來換五個追憶的結晶齁齁 好那這個要做什麼呢 稍等一下齁我們先對換五個齁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說 這個裝備齁齁 我們點擊選單然後選這個道具 然後選擇這個武器 那我有做一把弓齁齁齁 什麼弓齁齁齁齁 這個是最強的芬里爾之弓 功能有黑手 4級我用的栗戰之弓 可惜呢 我就只有這麼一把而已齁齁齁齁齁 那这个印记之功呢 就是你要从这个兑换所这个地方 商店 然后兑换所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是在这个追忆的碎片这边 那你可以兑换到这个印记的武器 它要50个碎片 那印记的武器呢 也是慢慢的升 那它的升的这个地点呢 是在无名小镇的这个武器店 我们的右手哥 那右手哥的任务呢 它是跟这个追忆之态有关系 然后一直解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在这个无名小镇开的这个武器店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解锁新装备的 金色的印记变貌 金色的不拉不拉的 应该是跟我换了这个追忆的结晶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什么印记之帽 这个东西 金色的印记背心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地方 它要的素材是追忆的结晶 一个结晶是50个碎片 这个是相当的麻烦 我们看一下 金色的印记背心 它竟然也有这一个特殊的能力 赋予暴击10%的效果 然后这个是三回合战斗开始的时候 只有战斗开始的时候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 45级的也有对不对 45级有金色的印记背心 也是暴击的 那我们看一下头 头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new呢 有金色的印记变貌 一开始的时候三回合战斗 速度提升10%的这个效果 然后呢 制作的方式 也是一样 追忆的结晶 那这个魔灰的话 比较简单 因为魔灰的话 就是你每天 应该是8小时吧 去打追忆之塔 那些小boss就有了 那可是呢 我现在我要做的是弓 我们来强化武器 强化武器 我们看一下这个弓 OK 这边有一个印记之宫改 然后呢 他需要5个结晶 然后是印记之宫3 那印记之宫2跟3呢 都是需要这个魔灰就好了 那魔灰比较简单吧 那我们看一下 印记之宫改 升上去的话 这个价值是250 追忆碎片 那我们就深深看 好 升上去 那我的这个海英特装备的是 最好的 芬里尔之宫4 等一下 我换一个队伍 我换一个这个打提七连的队伍 这边有三之宫 等一下哦 我把瓦尔康换一下 好 我这边有三之宫哦 那我这三只角色装备的是 胜域之宫2 暴君之宫3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一个印记之宫改的威力是如何 好 这个样子 怎么讲呢 都比他们烂哦 因为这是60级的嘛 好 这样子哦 这差蛮多的 这是什么 胜域之宫2嘛 这是暴君之宫3的 物攻下降好多哦 好 我们先购买哦 好 升级 好 又有了 印记之宫改2 所以说不用担心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强化上去 那他所需要的是 哎呀太好了 磨灰就好了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啊 好 我们再继续给他改下去哦 好 改下去了 哎呦 这个还可以去触发那个叫什么 那个就是打造新新道具的那个攻击任务哦 好 三级哦 哎呦 只要磨灰是不是 改呀继续改呀 好越改越强哦 印记之宫改3 哎没有了 是不是没有了哦 所以最高的话就是印记之宫改3 但是看一下哦 战斗开始的时候呢 有50%几率恢复BP1回合 可是即使是这样子这把弓的威力 也还没有追上 一般可能62 63级的这个这个 这个武器哦 我们看这剩余之宫2 才2而已哦 然后来看一下 哎这个是印记之宫改3 哦这个物攻还是有差哦 只是说这个印记之宫他有带一些 特殊的这个效果 好那如果说再继续往后开放什么印记之宫改456的话 也许再改下去之后呢 哎他就可以跟这一些什么63啊62级的这一些 武器啊 可能会更好 因为毕竟 他还有带这个特殊的这个效果 好啦那这个就是印记之宫的印记武器的部分哦 OK那这个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就期待明天的改版哦 哎你看后攻击果然哦 达成的那个叫什么 哎收集应该是收集新装备的这一个任务吧 哎真的是收集 收集35种攻后这也是加减加减赚一点哦 好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阿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计划